而這回檢調是持續來追查金華淺容積案 日前甚至是帶隊到北索二度來就訓彭建仙 隨後原本吳寶請回的柯文哲就遭到北檢提抗告成功 對此外界就推測了恐怕是因為彭建仙不滿自己背鍋 因為在所有經守著金華淺案的官員當中 就只有他遭到羈押 包括是柯文哲還有授修沛都把責任推給他 因此他向檢方來召共 使用的證詞 繼承了北檢抗告成功的關鍵 閃離台北地檢署台北市都委會 執密邵秀沛作為被告三號被御令請回 而一早就有人幫他說話 危機才剛化解就在媒體前 為都委會公文展開解釋空間 被質疑隔空串政的良人不單責任 不用被羈押而是推給他 狼狽量嗆上球車 彭震生極度不滿所有經守金華城的官員 只有他一人被羈押 邵修沛柯文哲全推給他 他不忍了全盤拖出 檢察官才會進行二度問訊 除了說自己奉市長指示主持會議 彭震生自己不敢簽關鍵公文 是因為對眷用度跟條例認為不妥 而前前後後蓋了六次章的就是柯文哲 都跟龍獎二十趴的這樣的公告 把他蓋了六個章 又得到北檢開庭 柯文哲依然不透露說辭 回顧金華城2021年9月通過後 時任都發局總工程司的邵秀佩 在次創百分之二十的獎勵方案 四出了不少例 最終拍板百分之八百四十容機率 比起土木工程專長的彭震生 他更懂適用哪個法規 是受柯文哲施壓還是也有拿好處 才會一路綠燈開到底 到底他的角色是被逼的還是說是怎麼樣 邵修佩成為高等法院 檢方抗告翻盤關鍵 更認為柯文哲積積極介入容積案 而在邵修佩身上還能查出什麼 將會是案件核心 好的確 這一回簡聯人員馬不停蹄請來的多位證人 以及被告反覆來進行證詞的比對 結果也發向前台北市兵役局長朱雅虎 他一次是擔任中間人 而且在應訊的時候 他內容有多次提到了柯文哲 因此被認為是關鍵證詞 這回嗓幣也會成為北院重開集壓庭調查重點 面對媒體提問 維京集團創辦人沈青金臉上掛著笑容 心思淡淡說會解釋清楚 但說明後的下場卻是被羈押 主持人身體還好嗎 經過一夜偵訊 沈青金被對鏡頭快步走上求車 事後前列人員掌握證據 發現他的下屬維京集團董事朱雅虎 設有重嫌 原來朱雅虎在豪龍斌擔任市長時期 承認兵役局長 但在改朝換代後 就被沈青金延攬到集團內 靠著卓越交際手腕累積不少人脈 沈青金疑似為了說動柯文哲 還找來殷小薇一起商討對策 最終兩人紛紛被法官裁定 擠壓禁見 檢察官請來朱雅虎偵訊 掌握他的關鍵證詞 內容提到沈青金因為不滿 經華城開法案 被前台北市副市長林青蓉阻擋 下了指示要住雅虎和殷小薇 找柯文哲開會 討論變更容積率 並且表示都已經喬好了 只要找彭正森處理就沒有問題 過程中柯文哲全程配合 被懷疑是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值得注意的是一開始林青蓉擔任都委會負責人時 還多次提醒柯文哲金華城的容積率有問題 最終卻被換掉 對此彭正森也工程士奉市長指示主持會議 要他了解為何有不少專家學者反對 等於是打臉柯文哲的主張 如今再開激壓庭 究竟結果如何外界高度關注 記者眾部報導